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分析近期热点新闻解释澄清对美国移民政策的误解 我们在这里讲一下,比如我们平常,我们律所 有我们的视频,有我们的文章 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主要的是推广我们的服务 另外也给大家提供相应的信息 那我们如果说提供了耸人听闻的错误的这样的信息 那也会让大家觉得我们不够专业,会影响到我们的声誉 那另一方面呢,对于有一些自媒体 他们的文章、视频,如果他们不是比如说做移民行业的 那他报道移民方面的新闻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大家想一下,媒体的目的和你的利益不一定是一样的 那么媒体主要是要语不惊人、死不休 尽量的要争取更多的流量 所以有诵人听闻的标题,有这样的内容 吸引了眼球,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不管读了以后会不会被误导,会有什么效果 这个不是他们看中的 那此前呢,比如说政治方面,时事方面 这种内容比较多,对吧? 大家都听说过 重磅,怎么样,对吧? 刚刚出了什么事 美国吓尿了,日本贵了,欧洲要吓死了 奥巴马吓得脸色煞白,一拍大腿从炕上坐起来 那有的时候标题或者内容都是这样 那你点击了,他有点击数量有流量,他这个效果就达到了 那时事类的这样多了呢,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会识别,有的自动就过滤了 但是呢,举一反三,其他类别的也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关于移民的新闻 那么不管是自媒体的文章,视频 还是一些这个,比如说其他的这个故事啊 报道,大家的有的经验分享 这里头呢,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关于经验呢,还有一个盲人摸像,片面经验的问题 一会儿我们讲,我们先讲这个耸人听闻的这方面 比如说最近有这么一个热点 讲到说,哎呀,美国的移民政策又改了 非法移民难民,是吧 只要个人资助就可以进入美国了 然后呢,那这样以后就更源源不断的了 对吧,就是说只要有几个美国人愿意资助 他就可以把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别的 他想搞到美国的人就可以这么接到美国住下了 对吧,哎呀,这一下美国又要完蛋了 或者说这个美国移民政策太不公平 那美国移民政策当然有他自己的问题 但是呢,需要实事求是,对吧 那讲到不正确的地方 我们要澄清,咒之不善,不落事之甚也 就有的地方呢,在这里呢,就要解释一下 东西是带节奏的,过为夸张的 比如说呢,最近的新闻所谓允许公民个人来支持 这个难民在美国塞透大,落户 这个具体是怎样的呢 就是说,比如说有五名以上的美国居民 他可以出钱帮助入境美国的难民在美国住下来 开始新的生活 那么他们做的是什么呢 他无非提供的就是资金服务 他们并不因此就能够选择说,有谁谁谁在国外 我想把他给带到美国来 这一点是做不到的 那么这些人都是美国政府 移民局等等,已经选中 要入境美国的 那么放进美国来以后呢 这些人本来是要由美国政府 要出钱帮助安置 比如说来自乌克兰 来自海地 古巴,尼加拉瓜等的国家 美内瑞拉这些国家的难民到美国来以后呢 那么现在为了增加接受能力 美国政府允许公民个人 帮助出钱出力 帮助这些人定居在美国 开始新的生活 并不是说你出钱出力了 就能够自己选择说 想让谁谁谁入境美国 从另一方面来说呢 也就是说只有奉献服务义务等等 并没有对应的权利 那为什么有人还这么傻 还去做这种事情呢 那就像有的人做慈善活动 等等公益活动一样的 在苍领卒之礼节 满足了生活的基本需要以后 对吧 那总有人有其他的精神追求 对吧 就像有的经常被人家嘲笑的 所谓叫白左 每一个人人各有志 他有自己的这些想法 所以总之呢 我们这里简单澄清一下 因为我在很多中文的自媒体上讲到 这个美国移民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应该说没有那么重大的变化 就具体来说呢 个人可以出钱出力 但是呢 并不能够因此就能够指定 或者说这个专门要求 说谁谁入境到美国来 那么这是一个根据近期的热点新闻 我们举的例子 那么其他呢 像这样的还有很多 比如说 曾经读过有的新闻 讲的有的说 移民美国的道路 许许多多 唯独留学不可以 你唯独留学到美国 就堵死了移民的路啊 等等啊 那这个一样的呢 也是标题比较夸张 那里面呢 那个比较这个 这个讲到呢 就是说呀 你知道留学到美国啊 在办工作签证啊 筹签啊 找到雇主支持办理卡啊 都很不容易啊 九死一生啊 等等啊 这个怎么说呢 这都是各种夸张的 记得小时候读有一个期刊啊 杂志叫故事会 讲的讽刺的说 前面讲这个标题 一会儿的引文说 从这个有一个男人 生下来一头大姑牛啊 牛牛 然后呢 就解释 下面怎么自圆其说呢 说这个人原来是女扮男装 生了个孩子 小名叫牛牛 那总之呢 就是说这个题目和内容 有的时候呢 他不一定对得上 也能够原上 但是我们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们看到呢 有很多文章 视频 自媒体 对吧 都是用的是耸人听闻 雨不惊人 死不休的这个情况 这个呢 我们从最近的俄乌战争啊 其他国际局势啊 等等 大家已经看到很多 在移民领域也是类似的 那这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这个大家就听说过呢 有这个盲人摸象的故事 对吧 那个人的经历呢 有的时候是片面 对吧 那这个 有的人说 我是办政治庇护拿到绿卡的 你知道 要美国 你要拿绿卡 必须要办政治庇护 别的就都没希望 那有的人说 我这是亲属移民办的 只有说 你在美国有亲属 才有机会 那等等 类似的 有的人说 你知道这个 美国移民啊 只适合有若干 某种学历 某个专业的人 对吧 那么 这些可能你觉得挺的夸张 那么下面还有其他一些 比如说 哎呀 你知道美国这个IT领域 layoff了 现在去计算机没期望了 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或者说 哎呀 你知道在美国留学 这个毕业以后 这个 拿不到工作签证 就没有出路啊 或者说 这个美国只适合某几类人去 其他人去美国 都是自讨苦吃 吃力不讨好 这个呢 用现在的 有的话呢 说 就叫这个叫 跌味比较重 你凭什么去替其他人 来规划人生 对吧 讲到说 你知道吧 这个事啊 你这样的背景 那就 这个 没洗 对吧 这个 只能自讨苦吃 这个用英文说 这叫比较 bossy 是吧 那 个人 过个人的生活 不要试图指点影响到别人的生活 那一样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个人 比如说要修自行车 是吧 或者说修汽车 那我不会说 这个我自己修就行了 我自己钻到车底下 所以鼓刀一下就行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有自知之明 可是你说要治理国家 那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想法 说 这个政策要这么办 那你知道照我这样做 那早就成功了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讲到 根据我们的观察 看到呢 这些方面 几种情况都存在 有的呢 自媒体 因为出于自己的利益 为了流量 所以呢 他就经常有这个 耸人听闻的地方 原来鲁迅讲呢 说这个 喜欢看古树发光的人 比想看大麦开花的人 要多很多 虽然大麦开花 他也没见过 就一样的道理 从这方面啊 如果你看到 比如说有的报道 还说这个 天降呢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又可以办某一种移民了 或者说 某一种移民以后 再也没有希望了 凡是这种 比较武断的 夸张的呢 往往 站不住紧 那 回到前面的话题 对吧 那当然我们 律所呢 也有我们的视频 有我们的文章 但是呢 那我们的目的呢 这个比较明确 简单 对吧 一方面给大家提供信息 另一方面呢 用来促进 推广我们的服务 那如果我们 信口开河 对吧 说的和实际不一样 这也会让大家 怀疑我们的 专业素质 对吧 所以呢 这一点我们和 只为了 顾及流量 这方面的 一些自媒体 应该是不一样的 经常有人来问我说 哎呀 我又听说 有的说 美国移民要排期了 以后再也办不成了 或者又说 这个美国移民要 改革了啊 现在共和党又掌握了国会了 是不是绿卡政策以后就没希望了啊 等等了 这个不要听风就是雨 然后呢 你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功课啊 是吧 从这方面 然后呢 有什么别的 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分析近期热点新闻 解释对美国移民政策的误解 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则